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美诗书画 笔墨中国风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书画 我是印海荣 从古至今 中国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 关于宇宙的浪漫情怀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 人们对于月亮的情感上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那不只是一个高悬在夜空中的 冰冷的天体 它承载的是人们对于 生命对于世界的思索 尤其是漂泊在外的游子 在抬眼望向 这轮圆月的时候 心中一定会感慨万千 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这首 《望月怀远》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创作的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怀远温曳 情人怀远遥曳 静兮起相思 灭竹蓮光满 批衣绝路资 不堪迎首赠 还请孟家妻 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 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首帘为我们描绘了一派雄浑的景象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在海平面上 不论你身在何方 都可以共享这一刻的美景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张九龄身在荆州 荆州我们知道地处内陆并没有海 所以人们一般认为 在这里作者是用海来突出江面的扩大 一个生字给人的感觉 好像月亮式诞生于海里 充满了归奇的想象 首帘里描绘的这种扩大的意境 前有南朝谢庄岳父中的《隔千里西共鸣月》 后有北宋苏氏《水调歌头》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绢》 一副 一诗 一词 相隔数百年却形成了美妙的共鸣 情人愿摇曳 静兮起相思 多情的人面对这漫漫长夜 心中充满了对远方人的思念 难以入睡 睡不着 或许也是因为屋子里的烛光太亮了 那索性就将它熄灭 披着外套去院子里走走吧 此时的院子也被月光笼罩着 而且因为夜深了 湿气很重 衣服呢 也被露水打湿了 在这样一个不眠的夜晚 我多么想捧起眼前这皎洁的月光 送给远方的你 可是我深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与其因为思念远方的你而夜不能寐 我还不如回去快快入睡 好在梦里和你相会啊 不堪迎手赠 还请梦佳琪 全诗到这里呢 戛然而止 却又意韵幽远 回味无穷 这首诗的语言轻力 构思巧妙 情感水到渠成 成为一代名相张九龄的代表作 尤其是其中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这一连 更是成为千古家具 每每在读起这两句诗时 我们仿佛也回到了那个 灭竹连光满 披衣绝路姿的夜晚 与古人共享着 穿越时空而来的 这一抹月光 大美诗书画 笔墨中国风 在月光皎洁的夜晚 很多人往往难以入睡 他们或是在思念远方的亲友 或是在感慨时间的流逝 又或者悲叹命运的波折 在这样难以成眠的时候 有人会选择起身去院子里走走 有人呢 却索性找一处静谧的山林 坐看如水的月色 比如在南宋画家 马合之创作的 月色秋生图中 就描绘了这样的景象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是一幅扇面图 描绘的是文人画中的 一个常见题材 林柳独卓 我们看 在一棵囚境的老树下 一位高士悠闲地坐在岸边 转头望着潺潺的流水 他的身下呢 坐的是一张虎皮 身旁摆放着酒具 还有一位童子站在一旁 画家对于高士所处位置 也是经过一番设计的 他是一个伸向水中的小沙粥 我们试想一下 比起坐在平直的岸边 那坐在这里 就像盛着一叶小粥 漂浮在水中央 那种观景的感受 自然是更加美妙 我们再来看左上角的题 白沙流月色 绿树筑秋生 这两句诗选字李白的 提碗吸管 可以说是完美地 概括了画面的内容 月色映照着白色的沙滴 树叶在秋风中 沙沙作响 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 山林中的虫鸣声和风声 再来一杯美酒 画面主人公也好像化身成周围的草木 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了 值得一提的是 画面描绘的是月下的景致 但并没有用任何笔墨去描绘月亮 而是通过波光淋漓的水纹和清晰可见的树木枝叶来突出月光的皎洁 而且画面中人物的衣纹 山石的线条 树木的勾勒都采用的是柳叶描 互名思义啊 就是说这种线条粗细变化明显 就好像是飘动的柳叶 这种画法的运用也为画面增添了婉转飘逸的气质 而且画家马合之的这种飘逸的绘画风格和画圣吴道子十分相似 所以也被称为小吴生 明月还是那轮明月 正如李白所说的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张九龄望向他时 是一幅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的壮阔景象 而画家马合之笔下 则又是另一派白沙流月色 绿树筑秋生的清幽之景 从这伴随着世世代代文人默刻的月光中 我们仿佛感受到了时间流转 世事变迁的匆匆脚步